大家好,我是橘子,欢迎收看本期创意汽车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现在许多汽车品牌是越来越多了 这要说谁想谁弱,恐怕很难说清楚的 不过利润倒是一个可以衡量的办法 谁卖的多,谁就是强者 就算你的车子不好,但是你卖的多呀 这怎么也算是一种实力的表现嘛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都是哪些车企是最赚钱的 这第一名就是,丰田,年赚1.8万亿 丰田怎么说,也算是世界知名车企吧 旗下的车型除了外观外,性能是非常备受大家喜欢的 不用质疑,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会赚钱的车企 虽然丰田在销量上,可能还敢超不上大众 但丰田的利润却是大众的两倍还多 这位居第二的,达染要素,戴姆勒集团了 是德系汽车中利润最高的一位 众所周知,戴姆勒旗下的品牌,就属奔驰是最文明侠尔的了 虽然销量不如丰田,但它的定价高 一台车的净利润能比别人两辆车 这第三名就是通用,大家想不到吧 但由于通用旗下的品牌众多 所以与第二名的奔驰差不了多少的 像雪佛兰,凯迪拉克,别克等这些都是通用的 所以说,利润自然不低了 有许多网友看到纷纷表示说 大众竟然没排上 不过,这第一名确实是实至名归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